刚刚我们的程式呢 要做相加的动作 所以永远都是加 那现在我们想把它扩充 变成它可以加减乘除 所以我要怎么做呢 那我在这边 我就把这里拉大一点 这一个本来是加 可是我想要 让它可以做加减乘除 我先把这个移动一下 我让它变成 加减乘除所以我要拉出一个 可以选的选单 那这个选单 我让它里面呢 就可以有加减乘除 所以把它拉进来 这个有点大 加减乘除应该不用那么大 一格就可以了 那这个选单呢 我就拿来取代它 OK 那这里面 我要让它有加减乘除 可是呢 我们现在执行一次看看 你会发现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样子 就没有办法加减乘除 那所以 我现在要让它 这个combo box 我不要叫combo box 1 这样不容易变了 我叫combo box OP OP就是operation 运算 那接下来呢 这边 它里面会有一个items items 这一个就是 就是它里面有哪些内容 好 我把它点下去 它会说 输入集合中的字串每行一个 那我在这边 那我在这边就打加减乘除 OK 好 那就按确定 这时候我们再去执行 你会看到这里 有加减乘除可以选 OK 好 那 有了加减乘除可以选之后呢 好 我们就可以来写 这一个程式 但是这里就不应该叫相加了 对 好 我可能就改一下 好 那 叫运算好了 好 叫运算 好 那 这个bottom 8 bottom 8 其实 我虽然想改它的名字 那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刚刚就有人犯了这个错误 所以我干脆就在这边示范一下 那 我这里呢 我会发现说 OK 我这里叫bottom 8 但是我现在觉得 它叫8的不对 因为我现在改错 加减乘除了 所以呢 我 叫bottom op 改了名字 那我改了个名字之后 你会发现说 OK 这样子行不行呢 我们存一下看看 哦 它要叫我存档 好 好 我叫test calculator 文字型计算机 好 这样存起来也好 那 那 这样子我们去看一下 可以建置吗 可以耶 欸 居然还不错 但是呢 有个问题耶 它里面还叫bottom 8 我明明在外面这边改成叫bottom op了 但是它里面还叫bottom add 我怎么样子把这个名字也改过来 OK 为什么它里面还叫bottom add 因为这个没改 这个没改 但是我要改这个 这个现在这样没办法这样改啊 好 那所以呢 一个办法是 我直接在程式里面把 把它改掉 但是我当我改掉之后 它就会发生一些错误 来 我改给各位看一下 我直接把它改成op 然后我再建置 按就会发现说 哇 不对 它说有错 什么错呢 这里 这个是什么 什么东西 这个是它 Vitual Studio 我们在拉那个元件的过程当中 它帮我们产生出来的程式码 它会帮我们产生出一堆程式码 也就是我们对应到我们拉元件的那些设定动作 那 但是呢 我们改了那边的程式码 却没改这边的名字 所以就产生错误了 所以我这边也要改成button op OK 那我就建置一下 好 这样子建置 OK了 它成功了 那 这时候我们再去做 OK 我们的程式呢 5 3 印算 它还是8 我就算这边呢 我改成成 它还是8 对不对 因为我们程式没有改 那所以我程式要去 针对我们刚刚所修正的地方进行修改 那怎么修呢 我现在button op 我要先判断说 它到底是加还是减还是乘还是除 然后在这边就做对应的加减乘除 那所以各位应该还记得C元的switch 这边也可以用 switch 我要switch什么东西呢 我应该switch那个comboboxop.txt 如果 如果 请注意喔 C元其实是不能这样switch的 但是 c sharp可以 c元switch不能是自串 那 如果你把 自串直接拿下去switch 再c元就会产生问题 那 但c sharp可以 因为它比较高阶一点 好 我这样子 我cast 当这个test是加的时候 那我就让它做加法 ok 记得 它跟c元一样要black 好 那如果是-的话呢 一样 就是 只是这边改成- ok 那其他的就都一样 ok 好 所以我这边就变成 这边变除 这边也变成 这边也变除 ok 这样的结果 就有根据 它我们所选的东西 来决定到底要做加还是减还是乘还是除 ok 那于是呢 等一下 还是有错 我们看一下 d3 然后它说 使用未指定的区域变数 d3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虽然我们觉得好像都有设的 但事实上还是有一些没设的 比如说 如果不是加也不是减也不是乘也不是除了 那d3不就没有指定 ok 那没关系哦 我给它0好了 ok 这样d3就有指定 好 那这样子d3有指定了 这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例外的问题 不过我们已经有处理输入错误了 所以任何的例外都会跑到这里 应该没关系 试试看 现在呢 我如果直接按运算 就输入错误了 如果这边是5 然后呢 减3 运算 就变2了 那5 乘3 运算 就变15 5 除3 运算 变1.66 ok 然后5加3 运算 就变8 ok 那当然这里多了一个加号 我们忘记删掉 所以我们只要把刚刚的这个加号给删掉 那我们的程式码基本上就完成了 但是这样子其实还是有点怪 因为一开始没有出值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 选定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一开始先给他一个 随便 这个就给5 好 这个就给3 好 这样使用者看了也比较清楚 那 这边就不用给了 那这边呢 啊 我们也可以给 比如说 我们给一个乘 哦 加好了 先 加 好 这样子执行的时候 比较有提示的感觉 好 那这样子 我也不用 一直输入 直接按就可以 好 那当然这只是个范例 所以 啊 你 回去 就是这一题 我程式码也不给各位 好 那请你 就把这一题 重复做出来 OK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家庭作业 OK 好 那各位试试看